夫妻生活如果被对方拒绝 那么被拒绝的那一方感受到的 并不是 哦我们今天不能亲密了 而是我整个人被否定了 我太没有面子 我太羞耻了 无论对方是以什么理由拒绝 也不管拒绝理由有多真实 客观 拒绝的口气多么的温和 这种羞耻感 对于很多人来讲 不会降低半分 特别是夫妻关系本身 就不是特别好的那种人 我有一个来访者跟我说 有一次老公说今天真的好累 眼睛都睁不开了 睡醒呢明天一早可以吗 而且他也确实说完就睡着了 但是啊我这个被拒绝的老爱方者 依旧会累好很长时间 他会控制不住的想 老公是真的累了吗 还是不爱我了 那他碰到别的女人也会这样吗 是不是我对我老公没有吸引力了 哎呦我老公是不是身体真的不好 我要不要给他补一下 哎呦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 我都没有关注我老公的身体呢 哎不过为什么 以前老公再晚都可以 可现在都不愿意配合了呢 我们的夫妻感情是不是真的 带了有问题了 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好呢 这些毫无逻辑全是情绪的想法 就是会不停的在他老子里出现 没有任何答案 但是会让他越想越愤怒 越想越寒心 越想越清醒 心情越来越糟糕 他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而很多人的夫妻感情被破坏 还真的不是因为吵架太多 恰恰是因为在夫妻生活上 被拒绝了次数太多了 太多了 我可以去世了 我会走 你会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